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有很多卡債主席他們非常認真在工作想要長清這些貸款 可是法律就讓他們債越滾越多 所以就今天站出來希望就是可以讓大家重視到這件事情 因為欠債不一定是個人的部分 有可能是因為父母親他們可能說做生意失敗而欠下一堆債務 那我們年代的我們年輕的一代也可能會付到學貸 或是爸爸媽媽的債務 因此希望法律跟社會可以給這些債務人一個重生的機會 不要連累到就是年輕的孩子了 所以我們的訴求就是我們不要負債 我們的歷程在短短幾個月 在短短一兩年就能翻了好幾倍 所以我們也讓社會團聽到銀行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吸取大家的血液 銀行高利三年加倍 有我在暗轉 還要這個? 非常狀態 很多 簡直就這樣 很一 resign 會夾什麼 走 夾什麼 走 走 走 事實上有很多的人以為卡在族都是奢侈浪費 大概都是不知節制 事實上可能是因為 他失業了 他的薪水不高 被減薪了 自己或家人 生病 意外 被人家搗帳 然後種種的原因 那麼生活過不去 才需要用這些卡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真正的顏色 因為貧窮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卡在族 也有很多不是卡在族 但站出來幫助卡在族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讓 最基層的卡在族也能夠有生存的空間 給他們一個機會 總統救救卡在族 我們來喊口號 馬總統救救卡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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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麼辦 後來我清算了沒有過 光在清算這段時間 這一兩年 他就換一個法官 他就要一樣的東西 換一個法官他就要一樣的東西 我怎麼處理這個 我變成我不管 因為錢隨便他家 有一家 預申銀行我欠21萬 我已經換到剩9萬 現在又變成30幾萬 你說你是誰啊 所以我的利息一直在家 一直在家 那好嗎 我就去拖拖拖 就是利息滾利息 利息滾利息 而且是20%18%這樣 20%這樣子跑欸 人家你現在 國家說18%已經很高了 我們是20%20%的跑欸 甚至於有的不是20%欸 他高興怎麼算就怎麼算 你欺負我們這小蝦米嗎 太過分了 這一次我們遊行是因為 希望卡在校債條例能夠修法 為什麼要修法 因為這個條例在97年開始實施 可是通過的比例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這次的修法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校債條例裡面 要債務人進入法院之前 要先跟銀行協商 可是銀行非常的大 銀行非常的有資源 他有法務 可是你債務人如果請律師 他不讓律師進來 他有很多的債務的資訊 他不公開給債務人 這相當的不公道 所以我們認為說 今天如果要卡債族跟銀行協商 不應該強制他們 應該是要強制的話 也應該由第三者來調解 這才是重點 那麼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認為 要規定的是由第三者調解 不是債務人 小小的債務人 面對一個非常巨大的銀行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法院的更生 我們現在規定只有寫公雲 法院就可以讓他過 可是公雲很抽象 我們認為應該要改成像日本那樣 對於他的比例 乘數 要緩的乘數明定多少 那這樣的話 才能夠通過率比較高 卡債族能夠清場的可能性 也才會提高 那麼有關清算免責的部分 能夠也把它規定的比較清楚 有關什麼時候 是能夠通過 什麼時候不能通過 那個所謂奢侈浪會也規定的更清楚 這樣才不會動不動就通不過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修法 一方面讓法院的財當權更低 一方面也讓法官也了解 這個法跟民法概念是不一樣的 貧務懸殊是差很大的 有讓最基層的人 有一個基本的現法的生存權 那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國民黨 救救卡債族 因為國民黨是多數黨 因為國民黨目前還沒有 內委優先法案 我們希望他能夠通過 給卡債族 重生敬會 重生敬會 給卡債族 給卡債族 重生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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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